妈妈的红沙发 我的妈妈在拦车餐馆工作 我常在放学后去找她 餐馆老板乔阿姨让我在那里打工 我会清洗装盐和装胡椒的小瓶子 也帮忙装西红柿酱 有一次我还削完了所有用来煮烫的洋葱 乔阿姨总是说 做得好小丫头 然后她会付我工钱 我会把一半的钱放进大瓶子里 我家有一个非常大的大瓶子 我要把这么大的瓶子里装满硬币 要好久好久 妈妈每天下班回来 会从其报里拿出她赚到的小费 这时候我会数过所有的硬币 再把它们统统放进大瓶子里 有时候妈妈回来有说有笑 有时候我还没数完钱 她已经累得睡着了 小费有时多有时少 如果少妈妈会担心 但无论如何 每个硬币都放进大瓶子里了 我们在厨房里数钱 外婆就坐在一旁哼歌 她常从旧皮夹里拿出零钱 那些是她买西红柿 香蕉或其他东西 讨价还价省下来的 这些钱也放进大瓶子里 为什么要在大瓶子里装满钱呢 因为等大瓶子里装满钱 我们就可以买一张沙发了 是的 买一张漂亮柔软又大又舒服的沙发 还要套着布满玫瑰花图案的绒布套 我们希望有一张全世界最棒的沙发 因为我们的旧沙发被烧掉了 一场大火把我们的椅子 沙发所有的东西全烧光了 回想起来 事情像是刚发生过一样 那天妈妈带我去买鞋 我买了凉鞋 妈妈买了高跟鞋 我们下了公交车 往家的方向走 一路欣赏路旁的郁金香 妈妈说她喜欢红色的花 我说我喜欢黄色的花 我们慢慢地散步回家 在离家门口不远的地方 我和妈妈看到门口停了两辆消防车 浓浓的烟和又高又红的火焰 从屋顶冒出来 好多邻居在旁边看 找到我们的猫 她也没事 可是房子里的东西全都烧光了 屋子一片焦黑 我们先借住在大姨妈家里 然后搬进楼下的公寓 我们把墙壁漆成黄色 把地板擦得亮晶晶的 和是房子里空空荡荡的 搬新家那天 邻居们带来披萨 冰淇淋和好多东西 对面的邻居搬来一张桌子和三张椅子 隔壁的老先生给我们一张床 是他孩子小时候睡的 爷爷拿了一块美丽的地毯 小姨为我们做了一组红白条纹的窗帘 乔阿姨带来固碗瓢盆和刀叉 姚妹把她的玩具熊送给了我 外婆对大家说 你们是世界上最好兴的人 真的很感谢你们 幸好我们还年轻 可以从头开始 听了外婆的话 大家热烈鼓掌 过了一年 我们还是没有沙发 也没有大椅子 妈妈下班回来 脚很酸 她说 真希望有舒服一点的沙发 让我休息 外婆坐着 边哼歌 边销马铃鼠时 也只能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 所以妈妈带回来这个大瓶子 想用它存零钱 买沙发 大瓶子现在变得好重 我拿不动了 姨父给我一个十元硬币 我要她把我举高 才能把钱塞进瓶子里 晚餐后 我 妈妈和外婆 站在大瓶子前面 妈妈说 哇 我真不敢相信 瓶子已经满了 我数了数钱 用妈妈给我的纸 把钱包起来 妈妈休假那天 我们去银行将硬币换成纸钞 然后再搭公交车 去买沙发 我们逛了四间家具店 试做了许多沙发 有大的 小的 高的 矮的 软的 硬的 外婆说 她好像是童话故事三只熊里的小女孩 做了这么多种沙发 油温 软 阻